您了知道曹子稿和鹿园有吗区别吗 大家好 我是姐姐 记着个早点吃点吗呢 记着个早点吃 相得在的曹子稿 还有海河牛奶 咖啡味的 这个搭配您了觉得怎么样 话说 您了知道曹子稿和鹿园有吗区别吗 哎 没有区别 是一样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姥姥家 姥姥就自个儿带鸡蛋 还有核桃圆 还有葡萄盖 去定做曹子稿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定做曹子稿 而且自个儿带鸡蛋呢 就可以保证这个鸡蛋的量更多 然后葡萄鸡的口味呢 还可以加一些配料 就是自个儿带着葡萄盖啊 南瓜子啊 核桃圆啊 等等 我先把牛奶倒背里 看很多那眼 大家看一下呀 哎 看一下 就是你仔细看啊 它这个里面有个特别细味的 这个小黑点点 知道是吗 哎 桂花 咖啡味的海河牛奶呢 就是喝起来带有一些焦香味的 这个咖啡的香味 要是这种甜感 哎 挺好喝的 吃起来 这口感呢 磁势 然后带有远 哎 口感刚刚好 你冒起来呀 就是也感觉挺扎实 这个灰坛也正好 就能证明这个几蛋的比例呢 挺高的 小时候吃这操子稿 哎 就是搭配牛奶 哈哈 还有大黄油饼干 也是搭配牛奶 就是这种操子稿的这种特有的这个享甜感 我特别喜欢 泡牛奶就是静年的吃法 吃完了 后面是彩蛋时间 下面咱们来吃一种汤 这种汤呢 是咱天人味的一种传统的汤 我给大家先要喝一堆 大家就知道是哪种汤了 买的买 扫的扫 我买药汤的油来料 你吃马味 这油马味 那人单薄荷冒凉气 老头子别管那老婆子事 你管了事 那个就省气 秃酸碎 大了包个 气得嗓子疼得难受劲 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 十五块钱买了凉份 家里外面都损气 那儿哟 献丑了献丑了 唱的不好 大家多淡淡啊 没错 就是咱天家卫的传统药汤 我记着个吃的是老崽药汤 我不是奶吃他们家药汤 同时呢 我也不是奶听他们家的传统药喝 哎 传统药汤 传统药喝 买地买那个扫地扫 我买药汤的油来料 你吃马味 这油马味 人单薄荷冒凉气 老头子别管那老婆子事 管了事那个就生气 涂酸酸打了包个儿 气得上次疼得难受劲 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 十五块钱买了凉份 家里外面都损气 呦 献丑了献丑了 唱得不好啊 大家多淡淡 哎 我怎么又唱了一遍 哈哈哈哈 他家这药汤啊 就是你放嘴里一上来 是这个小天杆 紧接着就是凉肾的感觉 这个凉肾的感觉呢 就是抓抓抓抓 呈 哎 越来越凉肾 棒棒的 彩蛋还没完啊 还有一个彩蛋 下面咱吃一个 咱天津的小灵嘴 哎 有朋友叫它利羊羹 还有朋友叫它栗子羹 还有朋友叫它豆羊羹 咱们来尝尝 跟小时候的味道一样了 利羊羹啊 里面主要的食材 就是红豆 还有这个栗子 嗯 红豆香会比较浓 味道 我感觉跟小时候的味道差不多 这个甜度呢 虽然就是比小时候的甜度 降低了一些 但是我感觉还是挺甜的 如果再降低一点 我感觉会更好 哎 您了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手藏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